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把你的好友 你的好友他放在脸书上面的图片呢 批次整个抓下来 不是一张一张的下载 而是全部一起抓下来 那我们透过魅力四射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 举例来说 以我的好友 我的好友 好 那你看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呢 他很喜欢出去外面拍照 他就会把他的拍摄作品 回来经过了Photoshop处理 处理完毕之后呢 他就放到脸书上面 让我们这些好朋友去欣赏他 那现在问题 问题就是说 我如果想要帮他 把所有的相片抓下来 然后去做影片处理 比如说剪辑成一段影片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他的相片 他的相片一定一堆 一定一堆 你看这全部都是他的相片 全部都是他的相片 那例如说 他拍好的相片 例如说 这13张图片我想要全部抓下来 或者是他去拍的和欢山这10张照片 我想全部抓下来 甚至 甚至 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照片整个抓下来 好 刚刚可以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 魅力四射里面 魅力四射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社交媒体 是不是有一个社交媒体 这边还有一个玩家 我先去感写一下 我们先去感写一下 这边有个玩家 нужно先去感写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